我們剛才跟許盛美小姐通到電話 在她掛電話之前 她也一直叫我們要聽她講 要聽她講 我們也聽她講 到她掛電話之前 讓她講很多她要講的 羅姐有釋懷任何一點點嗎 我看盛美對我的口氣已經是 拜託我原諒她的感覺了 盛美 道歉 妳親自打電話給我道歉 或者親自傳簡訊給我道歉 羅姐做人是 留一步路給人家走 就等於是留一步路給自己走 妳願意打電話給我道歉的話 我絕對接受 但是妳不能不回我電話 不接我電話 然後在大街上罵我 小巷子裡面道歉 而且不是打給我本人道歉 這樣子稍微有點難 要修補我們的感情嗎 我們不感情不會進步 但是妳打個電話道歉 我健忘得很 改天我可能就原諒妳了 我覺得我們做節目 還是要有一點原則 不要讓觀眾朋友看完之後 覺得說又來了 妳們就是 我說實在話 羅姐 不好意思 雖然妳在場 許勝梅跟羅碧玲 妳們兩個就草新聞 這是第一個 我沒有草新聞 因為我到今天才回應 我懂 我懂 我就說觀眾朋友現在看 他一定會有這樣的物件 對 第二個 狗咬狗一醉毛 為什麼呢 其實今天我們能怪讀者 或者是觀眾朋友不能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我還是不知道來龍去脈 說要告的是誰 現在又不告了 對不對 就告我來 對 然後 這邊明明就說 沒有恐嚇的事實 剛剛電話中我們聽到就是 還是有恐嚇的事實 你說觀眾朋友現在 看完這節目之後 他們會覺得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各位觀眾朋友 我把所有的我跟她的對話簡訊 都秀出來了 請你們告訴我 我哪一句是恐嚇 好 但是至少她一直在跟你道歉 不管在臉書道歉 還是電話道歉 我今天一開始坐在這兒 我就講 我說我個人不認同什麼事情 私事 大小事 妳告訴我的事都告訴記者 我很想知道 這件事情一開始 到底是誰告訴記者的 許勝梅就是妳 我敢冷靜節腿的講 羅姐 要不要原諒許勝梅 然後許勝梅小姐是不是堅持提告 她剛剛說絕不撤告 時間晚了 我們先休息了 我覺得這事情好像還沒完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0點鐘 中天娛樂台新聞 娛樂通 拜拜